桌上一大串的种植包括食材等也都一一呈现 草屯幼名医院为了要让民众能够过一个健康的端午节 特别围请院内的营养师 调吃健康又好吃的黑米玉香种 以少油少盐的方式制作 添加自然的食材 包括芋头香菇及花生等不仅风味绝佳 就连慢性病患也能够食用 所以我们特别把白糯米拿掉 然后我们用黑米 不是黑糯米是黑米 然后来取代这样子的一个 白糯米不好消化的成分在 加上黑米之后 可以补元气 然后养生又健康 那当然我们特别设计就是说 把种植变小 因为你种植越大 你的量就越多 当然热量就越高 那我们把它变小之后 当然我们就可以控制它的热量 对一些糖尿病高悬压 或者是说肥胖的民众 它也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 这样子 院长乌锡林表示 端午节不能免熟都会吃粽子 为了要顾及大家的健康 特别由院内的营养师教导大家 如何把热量减到最低 吃出更健康的身体 我们知道现代的人 已经越来越做三高的母杯 所以我们在端午节 特别请我们的营养师来教我们的民众 如何在端午节里面 吃得健康 吃得可以损失 所以特别基于这个花店 先原料子又及糖小分 肯定一样是得用心 不仅能够让每位民众 享受过节的气氛 同时落实乐活饮食 让身体健康 利用少油少盐的方式 也加入了很多天然的一些食材 让我们这些长者 能够在端午节的时候 能够吃出健康 也甚至让我们一些慢性病患者 也能够吃这些粽子 这个幼稟 这个营养师 特别来给我们补这种 很好的健康的粽子 希望可以提供 我们一些慢性病的朋友 跟爱好健康的人 可以享受美食 又能够很自在地 可以得到健康 院方表示 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大家既紧张又苦闷 希望疫情能够快快结束 因此特别安排高鲜黑米 预向树重的介绍推广及品尝 让大家提前来环度健康 营养端午佳节 同时也要呼吁民众 仍然要戴口罩 请洗手 做好个人卫生管理 相信都能平安快乐 过好日子 记者洪一伦炒囤 采访报道